在上期节目中,我分享了关于思考角度和视为空间的单元 话不多说,我们接着进入关于时间的这个单元 时间的尽头 在这个单元里的主角是一位老伯 当时60多岁,在医院已经有10多年了 大家都叫他正院之宝 他之所以会被称为正院之宝 不光是他的想法很有趣,更多的是他会传染 作者因为朋友的介绍,所以对这位老伯很感兴趣 所以就有了以下的内容 作者问老伯,您说的另一个世界是什么地方? 老伯说,时间的尽头 作者问,时间有尽头吗? 老伯说,在中立扭曲造成的平衡当中 你知道我们生活在扭曲的空间吧? 打个比方说,假如多找几个人 我们一起拿着很大的一张塑料薄膜 每人拉着一个边,把那张薄膜绷紧 我们来假设这个绷紧的薄膜就是宇宙的空间 这时你在上面放一个橘子 薄膜就会有了一个弧形凹陷 这个弧形的凹陷就是扭曲的空间 听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觉得 宇宙怎么可能会扭曲 空间怎么会凹陷了是吧? 因为万有引力 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 认为我们的世界由时间和空间组成 时空不可分割 而质量能够扭曲空间 空间扭曲的程度就是引力 当一个有质量的物体体积 趋于零时 其引力会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从而改变空间 导致光都无法在其空间逃避 进而形成时空扭曲 回到我们的主题 老伯说 对 是万有引力 那个橘子造成了空间的扭曲 这时候你用一颗小钢珠 滚过去那个橘子凹陷 就会转着圈滑下去吧 如果你的力度和角度 掌握得很好 小钢珠路过那个橘子造成的弧形时 橘子弧形凹陷 和小钢珠移动向外抛出去的惯性 达到了平衡 会怎样 作者答 围着橘子不停地在转吗 有那么巧吗 老伯说 当然了 太阳系就是这么巧 月亮围着地球转 也是这么巧的事情啊 不是吗 现在明白了扭曲空间了 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扭曲的空间 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再放一个很大的钢珠 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更深的凹陷 如果那个大钢珠够重的话会怎样 作者答 薄膜会破对吗 是黑洞吗 老伯说 没错 就是黑洞 这也就是科学界的黑洞质量够大 会撕裂空间 如果薄膜没破 就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凹陷 就是虫洞 作者问 那您一开始说的那个平衡是指这个 老伯说 不完全是 但是跟这个有关 我们现在多放几个很大的钢球 这时薄膜上就有很多大的凹陷了 那么假设那些凹陷的位置都很好 在薄膜上会达成一个平衡的区域 在那个区域的物体 受各方面重力的影响 自己本身无法造成凹陷 但是又达成了平衡 不会滑向任何一个重力凹陷 这个就是重力扭曲造成的平衡 如果有一颗行星在那个平衡点的话 那么受平衡重力影响 那颗行星既不自转 也不共转 同时也不会被各种引力厂撕碎 就那么待在那里 而且它自己的重力 绝大部分已经被周围的大型重力厂吃掉了 那个星球 就是时间的重点 作者说 不懂为什么说这是时间的重点 老婆说 你不懂没关系 因为你不是学物理的 那是广义相对论 有时间你看一下就懂了 而且 我为了让你明白一些 故意没用时空这个词 而用了空间 实际上被扭曲的是时空 作者问 可是 您是怎么知道会有那种地方存在呢 老婆笑得很自豪的说 我去过 在这里先解释一下老婆刚刚说的广义相对论 质量极大 或者密度极高的物体 可以使时空结构延长 文中的意思是 在几个大型重力厂的扭曲平衡点 时空是被造成扭曲后达成的平衡 所以那个星球所处的时空 本身就是被几个重力所延长 说得直白一点 几个重的物体把薄膜紧绷了 这个时候在那个平衡点放一个质量相对小的物体 那个物体则很难造成薄膜的凹陷 即便有也是很小很小 仅仅维持自身的停留 作者问老婆您什么时候去过 老婆说想去随时能去 作者问随时 现在能去吗 能让我看着您去吗 老婆说 老婆说现在就能去 但是你看不到 作者说 我不是要看时间的镜头 而是让我看到您不在这里就可以了 老婆突然眼神神采奕奕地说 我回来了 作者一脸茫然和表示严重的怀疑 老婆说 我说了 我去了你也看不到 不是精神上去了 而是彻底的去了 我知道你觉得我有病 不过没关系 我习惯了 但是我真的去了 我说了 那里是时间的镜头 就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所以即便我去了 你也看不到 因为不属于一个时间 在那里不专用这里一丝一毫的时间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不相信 并不能影响客观现实的存在 而且你也不能证实我所说的是错误的 至少 你无法在这个时间的世界 证实我是胡吹的 有个故事我想说给你听 有个天生的盲人 想知道什么是太阳 有人告诉他 你就站在太阳底下啊 感觉到热了吗 那就是太阳 盲人明白了 哦 太阳是热的 盲人有次晚上路过一个火炉 觉得很热 就问周围的人 好热啊 是太阳吗 别人告诉他 这不是太阳 太阳是圆圆的 盲人又明白了 原来又圆又热的是太阳啊 别人解释给他听 不是的 太阳是摸不到的 太阳在天上 早上是红色的 中午是白色的 晚上又是红色的了 太阳会发光 所以你觉得太阳是热的 盲人就问 天在哪里 什么是红色 什么是黄色 什么是发光 没人能说清 于是盲人就说 你们都是骗我的 没有太阳的 老伯继续说 时间的镜头是超出想象的 那个地方因为没有时间 很难理解 比如说 你向前走一步 同时你也就是 向所有的方向走了一步 如果你非要跟 有时间的世界比较的话 我可以尽可能举例给你 不过不指望 你有什么概念就是了 就当我在异想天开的说吧 时间的镜头 有没有空气 无所谓 有没有中立 无所谓 不吃不睡 无所谓 肉体存在就存在了 可以存在在任何点 而且关于迈一步的那个问题 如果你继续向前 也就是往所有方向前进 同样 你可以同时看到所有的角度 超出理解了吗 还有更夸张的 事实上 你连那一步都不用迈出 只要你想走出那一步 你就已经走出去了 没有时间的约束 就脱离了因果关系 你可以占满整个空间 那可是真正的空间 而不是时空 但其实你就在某个点上 我知道你不能理解 事实上没几个人能理解 包括物理学家 作者问 那之后呢 会有无数个自我 老伯说 不 只有一个 你的身体是具有三维特性的 所以你存在的点 只有一个 但是没了时间走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因为没有第四维的因果约束 也就不存在过程了 在时间的尽头 所有的过程 其实就是没有过程 因果关系 需要有先有后 没有了时间 先后这个概念 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说 好吧 那么你解释一下 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 意识会怎么样 没有时间 也就没有时间思考了 对吧 老伯说 谁说我们的意识 和我们在一个时空了 意识是由我们身体产生的 但是存在于相对来说 比我们的身体 更多围的地方 作者说 您是在否定物质世界 老伯说 我不否定物质世界 我有信仰不代表 我必须就去否定物质世界 或者宇宙的存在 上帝也好 佛祖也罢 只是哲学思想 思想产生于意识 我说了 意识不属于这个思维世界 来自意识的思想 推进了人类的发展和进化 这说得通啊 不矛盾 作者说 这个可能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话题跑到来 哲学上了 老伯说 你没发现吗 不管你说什么话题 说到最后 全部都会涉及哲学 我们的祖先曾经 从哲学的角度 描述过不同的时间轴 动中七日 人间千年 只不过那会是一种 从哲学角度的推测 对你来说 时间的镜头让你很不理解 但是如果你把我们 用薄膜假设的平面空间 再好好想一下 你就明白了 从维物的角度 确认不同的时间流存在 这没问题 达到了中立平衡 也就必定会有一个点 属于时间的镜头 作者说 这个我现在清楚多了 实际上我不理解的是怎么去 老伯说 最开始没有生物 后来有了 最开始没有地球 后来有了 最开始没有太阳系 后来有了 银河系也是一样 宇宙也一样 是所谓的凭空吗 凭空就违反了 物理世界的物理法则 但是真的不是凭空吗 无线电你看不到 红外线你看不到 X光你看不到 但是不管怎么难以理解 或者不可思议 这一切的确存在着 一个唐朝的人来到我们的时代 看到有人拿着移动电话唠唠叨叨 他会觉得这个时代太神奇 简直是魔法 是先进 事实上 吃喝拉萨哪样少了 这只是科技的进步 假如那个唐朝人比较好学 努力学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等有一天他也拿着移动电话说话 手里按着电视遥控的时候 你再把它放回唐朝 你认为他说的话谁会信 我们学习历史 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文明发展 所以不觉得是什么魔法 冷不丁把你扔到一千年后 你就是刚才来过这个时代的唐朝人 唯物论也好 唯心论也好 其实没什么可冲突的 只要不用自己所掌握到的 去祸害别人 那就算是自我认识提高了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像我前面说的 你不相信 并不能影响客观现实的存在 时间的镜头存在 而我也却失去了 你是否认同 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我们接着进下一个单元 永生 这个单元的主角 是一位大概40岁左右的男性 看得出是一名成功人士 男人说 说起来有点矛盾 虽然我不承认我是精神病人 但是我觉得也许别人会有和我一样的情况 可能会被认为是精神病人 听着有点乱事吧 没关系 我只是想找人而已 找和我一样的人 作者问 你想找怎样的人 男人说 和我一样 能不断重生 还带着前世记忆的人 我能记得前世 不是一个前世 是很多个 我还记得我最初的父母 服事记不清了 朝代的问题 我记得一些对话 但是我没办法记得口音 因为每次我都是当时的本土人 听不出有口音 我身边的事情我记得更清楚些 一些大事我记不住 例如朝代 年号 谁当权 这些都没有印象了 我印象中都是与我有关的事情 作者问 例如说您亲朋好友的事情 男人说 是的 这些我都记得挺清楚 算起来有四五十次重生了吧 原本我不记得那些前世 基本都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就想起来了 我记得前世自己是谁 是做什么的 什么性别 经历过什么 曾经的亲人 我都记得 而且我都记得我是怎么死的 作者发现一个问题 眼前的这个男人 没有一丝表情 就像新拆封的打印子似的 清晰 干净 但是没有一点情绪带出来 只是眼睛很深邃 这让作者觉得很可怕 不寒而虑 作者问 您说你会知道 每次都是怎么去世的 男人说 是的 而且很清晰 我甚至还记得 我的父母怎么死的 我的妻子或者丈夫怎么死的 我的孩子怎么死的 我都记得 作者问 您现在会做噩梦吗 男人说 不会梦到 但是更严重 因为根本睡不着 严重失眠 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会想起很多经历的前世 不是刻意去想 而是忍不住就浮现出来了 曾经我是普通的百姓 在一个兵荒 麻乱的年代 几次浩劫都躲过去了 我和家人相依为命 可是最后 我们全家都被一些穿着盔甲的士兵捉住了 我眼看着他们杀了我的父母 妻子 在我的面前把我的孩子开膛破肚 最后砍下了我的头 我甚至还记得被砍头后的感觉 先是脖子很凉 一下子好像就变轻了 然后脖子是火烧一样的感觉 痛得我想喊 但是嘴却动不了 头落下来的时候 我能看到我没头的身体 向后一仰 血从脖子喷出来 一下一下的喷出来 身体也随着一下一下的 逐渐向前栽倒 我的头落地的时候 撞得很痛 还知道有人抓住我的头发 把我的头拎了起来 那时候听到的 看到的都开始模糊了 嘴里有血的味道 之后越来越黑 什么都听不到 看不见 感觉不到了 作者有点坐立不安地问道 别的呢 男人说 有很多 我是某人的小妾 被很多女人排挤 最后被毒死了 我是一个士兵 经历过几次雪流成河的战争后 眼看密密麻麻的长矛 捅向我 根本挡不开 而且一次没捅死 反复了很多次 直到我眼前发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一个商人 半路被强盗杀了 就那么被乱到砍 过了很久才死 我是乱护人家的仆人 只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就被婆婆打死 我是一个农民 在田里干活的时候 被蛇咬到 毒发而死 作者问 没有正常老死的吗 男人说 有 但是那些的反而印象不深 越是痛苦的 记忆越清晰 作者问 是不是那么多次自己的死亡和家人的死亡 让您觉得很痛苦 男人说 现在我已经麻木了 对于那些 我都无所谓了 还记得我找你的原因吗 我现在 没有朋友 父母都去世了 没有家人 不结婚 不要孩子 因为我已经不在意那些了 都不是重要的 我只希望有个能理解这种畅良的同伴 不管那会是谁 也许你们会认为那是精神病 是就是吧 我不在乎 只是希望有个人 能和我有同样的经历 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 对于这一点 我也不在乎 我只是想找到那个存在 我们在一起聊聊 哪怕口头约定 下一次还在一起 做朋友 做家人 做夫妻都成 前世我自杀过 但是没用 我只是终结了那一世 终结不了再次重生 自从我意识到问题后 每一世都读篇各种书 想找到结束的办法 或者和我一样的存在 但是从来没找到过 我努力想创造历史 但是我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曾经在战场上努力杀敌 真的是浴血 可是仅仅凭我 影响不了战局 我努力读书考取公民 用自己的力量左右一个朝代 但是我总是深陷其中 最后陆路而为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毕竟史书上流民的人太少了 几世前我就明白了 想做一个影响到历史的人 需要太多因素 要比所有人更坚定 要比所有人更残忍 要比所有人更冷静 要比所有人更无悔 运气更好 更疯狂 更坚韧 太多了 所以我认了 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朝明罢了 但是我也看到无数人 想追求长生不老 从帝王将相 到那些想修炼成仙的普通人 可是长生不老真的好吗 看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都不在了 自己宇旧存在 一代又一代的孤独活着 看着身边的人都是陌生人 没有真正的同伴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没人理解 这样很好吗 我实在不觉得 我只希望能终结这种不断的重生 我曾经几世都信宗教 都没用 依旧会再次重生 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很冷漠 那是因为我怕了 我不敢有任何情感的投入 我受不了那些 我不相信我是唯一的 但是目前 我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作者说 您这一世很成功不是吗 男人说 对我来说 这是假的 只能让眼下过得好一些 但是更多的是 我想通过财力找到自己想找的 我不接受自己是唯一的重生者 作者说 我知道很多类似的情况 虽然不是重生 但是我很清楚那种痛苦有多大 否则不会那么多人疯了 男人说 也许吧 可能其实我就是精神病人 只是我有钱 没人认为我疯了 那些没钱的 就是疯子 其实认真想想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 有钱人 大部分都被尊重 很多人都会认为他们说的话 就是道理 不然他怎么会那么成功 对吗 就算他们说出了超出常理 或者能力范围的话 都会被认为是有理想 有远见的天才 钱不是万能 也买不到快乐 但是没钱就万万不能 这句话是真的 在读完这本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这本书后 我疯狂的买了好几本讲解量子力学 科学 哲学 物理学的书 因为有些单元里面所讲的知识 超出了理解范围 顺便也激发了我对这类学科的兴趣 同时也觉得 其实 万物是有关联的 当然这本书带来的内容 也不只是关于物理 还有更多的是思维方式和思维的角度 在书中的单元主角 也不是每一个都是真的在精神病院里的人 有些是单纯别人觉得他们不一样 觉得他们有问题 而早上作者希望作者能接触并了解 这里也带出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 就是当一个人的思维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被分类成异类 且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与自己不一样的 或者说 新奇的 超越个人认知的人事物 从而形成了思维的禁锢 停止了成长 我在之前的正面思维与逆向思维那期节目 也有说到关于思维的禁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哦 我个人的想法 会觉得这本书 主要的内容是探讨精神病人们的想法 其实更多的是打开我们的思维禁锢 尝试着让我们去了解不同的想法 而不是一来就抱着抗拒的态度 我只是抽了几个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单元来分享 书中还有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 亲自体验一下书中所带来的新奇 与乐趣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